胡锦涛 江泽民等与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 今年第16号台风凯撒纳正在向海南和广东逼近 将带来大雨和暴雨 群州海峡已经全线平衡 伊朗再次进行导弹试射 美国 俄罗斯等对此深表忧虑 此外美国称间谍卫星拍到一座疑似伊朗游浓缩设施 美洲国家组织召开紧急会议 就洪都拉斯局势展开讨论 而被困巴西驻洪使馆的塞拉亚在联大用电话发言称 洪都拉斯已经陷入关政 陈水扁再次委任郑文龙等三位一审时的律师 重组律师团力拼二审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28号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与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复兴之路 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十九时四十分许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胡锦涛 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步入大礼堂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幕开启 一名手持鲜花的少女在空中翩翩起舞 一群白鸽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飞过蓝天白云 越过壮美河山 在《我的家园》的歌声中 舞台上展开一条遥远的地平线 引领观众穿越时空 走进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经历的可歌可泣的难忘岁月 复兴之路是继东方红 中国革命之歌后的第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由山河记 热血赋 创业图 大潮曲 中华颂五个篇章构成 以磅礴气势和精美艺术 将一个多世纪 中国人民的革命史 创业史 奋斗史 浓缩在近三个小时的表演中 全面展现了中华民族 在苦难中崛起 在拼搏中前进的光辉历程 《惊梦》 辛亥童谣 蜀色等节目 刻画了近代中国人民 苦苦探索救国真理 和强国道路的艰难和执着 点燃朝霞 长征路上 为了母亲 打过长江去 纪念碑等节目 颂扬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赢得民族独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